我回来了 爸回来了 买的啥呀 是我妈不在家 你又偷着买好吃的了 这是眼花用的土 肥料老足了 你吃啊 我不吃 爸爸 你尝尝啊 我不吃 我不吃 你是不是去 小区的花坛里挖的土 你怎么能干这事呢 对呗 小区花坛是公共设施 你说您上那挖什么土眼花呢 别一说你 你就不乐意 那公共设施的土 说挖就挖呀 就是呗 物业三令五身 不允许破坏公共设施 爸您咋想的呀 你看 一说你那眼睛就翻了翻了的 双眼皮啊 你看 一说你就举个大嘴 你低包天啊 爸 我俩不是 所以您俩是不是忘了点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我似乎好像是 你们俩的父亲吧 是啊 那你俩怎么跟爹说话呢 哎呀爸 你看啊 你看啊 现在是我跟小美丽在这说你 你这事要让我大姐夫知道了 不一定怎么批评你呢 你大姐夫他能怎么批评我呀 他又不像话了 你听听 那可没人管你了 怎么能这么干 刚才你生气了 我太生气了 不是你听我解释 我这个花筒不是从那个小区花坛里挖的 是从隔壁老王家花盆里挖的 啥 爸 你跑人王叔家的花盆里挖土去了 你咋不直接把人花抱家来呢 他这花我不稀罕 你看 这花土好 爸 你别老跟我这儿吐吐吐吐的 吐吐吐吐来吐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你这说啥呀 我是问今天咱们家谁洗衣服了 洗衣服那没我事 你不用看我 我在咱家那是实质不沾阳水水 这辈子我都不可能洗衣服 我不看你 你下辈子你都不会干活 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了啊 就是我洗的 你看我手都泡白了 惊不惊喜 一笔一败 别夸我啊 我会骄傲的 那没事 你干啥呀 你闲着没事了 你没事你洗什么衣服啊 干什么玩意 那衣服待在脸盆里边 待得挺舒服的 你洗它干什么 人家招你惹你了 你聊着躺个场 你说 你平时你也不干活啊 你从来也没干过活 我跟你说小美正 你要是懒就一直懒下去 你像你二姐学 对不对 踏踏实实懒一辈子 一直懒到走 你说你 你懒了二十多年 你突然不懒呢 你这一下谁受得了 张哥 现在洗衣服算犯错误啊 洗衣服不犯错误啊 这是晾衣服的事 以后谁洗衣服也不准晾啊 哦这呀 啥呀 我问你 你们把衣服晾哪了 嗯 什么玩意啊 是不是晾到窗户外边 搭了个简易晾一架 啊 谁让你们根本干呢 我不是一再跟你们说吗 咱们小区物业有规定 不能在窗户外边 搭那个晾衣 这样晾东西 万一咔嚓掉下来 把人砸着砸整 大姐哥 看好了行不行 咱家这是一楼 一楼 一楼也不行啊 一楼 砸着滑滑草草 也不好嘛 再说 二楼要跟一楼学呢 三楼跟二楼学 一直学到十五楼 那多危险呢 还有 这楼建的多漂亮 啊 这往外边 搭着个搭着个乱七八糟 搭搭鱼一看 那以为贴上马赛克了呢 这就是说 这个错误挺严重啊 太严重了 我得批评他们 不是 你能不能把批评 他俩这活儿让给我 为啥啊 他俩刚才绣我半天了 你让我报报仇 可以 小米莲你过来 呀 说你的 没事你乱晾什么衣服 你说 你洗的衣服 有他的吗 有 你 站起来 你看着吗 一说那俩眼睛就翻了翻了 你双眼皮啊 还有你 你说就绝个大嘴 你第一包天啊 这活儿挺过瘾的 说 你们洗那个衣服 还有谁的 鱼的 爸 归队吧 你往里脸给我刷个屁股 爸呀 别我一说您 您就巴拉巴拉眨眼 怎么的 双眼皮啊 别我还没说您 您就绝嘴 怎么的 地包天啊 不是 大姐 你其实吃香药了是吧 你回家逮谁说谁呀 怎么的了 我俩不就洗个衣服吗 不就晾了几件爸的衣服怎么了 还晾了爸的几件衣服怎么了 爸这一件衣服顶上别人家一条床背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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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ggles